女排重新在北京开始了新一期的封闭集训 就在集训开始前的一次集体量相中 目前应该总共有16人参加集训 在这次集体量相中 并没有看到山东小将杨涵玉的身影 这多少让人有一些意外 尽管在世界女排联赛中 杨涵玉出场的机会并不多 但是她也是相当有潜力的复工 一度让人觉得她会是朗导大力培养的复工新星之一 19岁的杨涵玉有着出色的身体条件 现如今她的身高已经达到了1米94 而且有着不错的臂盏 这是相当难得的复工牛子 在2017年的女孩式青赛中 杨涵玉拿到了MVP 还入选了最佳阵容 在上赛季转回北京女排 跟江苏女排的两场对决中 杨涵玉展示了自己的潜力 正是这样的表现让她得到了国家队的征兆 并且有机会在分战赛中出场 然而 现在的杨涵玉还相当稚嫩 她在国家队的表现只是一次扣球 然后连续发球持武 显然 她要成才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可是让人惊叹的是 在去年世青赛跟杨涵玉一起入选了最佳阵容的 土耳其19岁复工则赫拿如今已经成为土耳其女排的当家复工 在总决赛中 她常常鲜花 蓝莽得到了14分 要知道 袁新月和严丽加起来才得12分 简单对比下 杨涵玉在一年的时间内 被对手拉开了如此巨大的差距 不得不让人感叹国内联赛 对年星球员的培养有多落伍 则 赫拉是朱婷在瓦基佛银行的队友 上赛季她已经打上了先方 接受了最高水平对抗的锻炼 这就是差距拉开的原因